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珊妮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全部下跌 道琼斯指数下跌449.75点,跌幅1.29% 标普下跌55.49点,跌了1.23%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6.21点,失去14000点,跌幅是1.32% 好像反弹有所消停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美股只涨之后,是不是要逃呢? 美联储在星期一放出口风说要加息50个基点之后 今天再度有一期会议委员释放连续加息的态度 这说明美联储正在进行新一轮的预期管理 实际上美联储FOMC成员对2022年加息的态度 在最近一期的点证图中已经明确显示 在3月份一期会议之后,美股就迎来了反弹 这说明加息并不是等于下跌 意外的加息幅度和加息节奏才会导致美股下跌 另一方面,在俄乌战争对俄制裁过程中 欧洲资本回流美国 在这件事上,中国在操作上和舆论上与国际社会有点不太一样 也就导致了外资从A股,港股大量外逃 这些钱去了哪里? 我想应该是回到美国寻找投资机会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市场大跌之后,美股也就反弹了 一边加息,一边打压全球投资的风险偏好 引导美元回归美国,从而解加息之为 这是非常厉害的宏观调控 美联储是一定要快速加息的 对美联储来说,宏观调控的最重要工具就是利率 我们现在看到5年期和10年期美债利率倒挂 预示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当然我们也可以解读成 短期加息,长期必然还得加息 所以短债收益率上升,长债上升不如短债 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在疫情爆发初期的2020年2月 美联储一次就把利率砸到零利率 手段非常老道 2020年开始的大放水,不但补贴了失业的穷人 让他们在不断的隔离和解封当中 获得生存的基本费用 还救助中小企业,给他们贷款 帮助小企业渡个难关 正是在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做到的 现在利率超低,如果经济危机马上到来 那么美联储将没有任何子弹 只有在下次危机到来之前 把利率加到2% 才有可能到时通过降息来帮助宏观经济 加息是为了将来有空间来降息 美联储的利率即使是加上去 也总有一天要降下来的 所以在现在就业形势一片大好 通胀指数过热,正好用来加息 目前市场已经开始接受5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了 在多次鹰派言论打击之下 美股仍然延续反弹 只有小幅的下跌 预计未来加息对市场的负面影响将会边际递减 在历史上加息周期并不必然伴随美股熊市周期 有时还是相反的 一边加息一边上涨 所以美联储的预期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再次清理平仓4张特斯拉的期权 获利8000 这样从特斯拉反弹以来 我粗略估算一下 从期权上获得了不到3万的期权费补偿 在两周前我在公开账户截图说了 我在795的位置卖出了200股的特斯拉 这两周以来看着飞走的股价 一方面我庆幸手上仍然是持有420股 另一方面我疯狂卖出看跌期权进行补仓 我就想用Sailport买回那被我放掉了200股 结果没想到特斯拉是天天上涨 补不回来了 今天特斯拉更是回到1000以上 彻底宣告阳光财经短线做了个反题 事后总结我并没有少赚多少钱 主要原因是我及时认错 快速回补期权 从期权上获得了补偿 特斯拉大反弹的原因 是柏林工厂在3月22日交车了 马斯克出席了交车仪式 这件事我们是早就知道了 并且分析过了 新产能打产是特斯拉营业收入 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只要有新工厂开工 就可以确定今年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率 柏林工厂意义重大 德国是奔驰宝马奥迪的大本营 德国车享誉全球 在德国开新能源车工厂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斯克预期柏林工厂 可以有50万辆的产能 其中摩根大通预测 2022年柏林工厂的产能 约5.4万辆 2023年28万辆 2025年将达到50万辆 可见订单是不愁的 产能提升才是业绩高速增长的关键 特斯拉股票确实高估得很 只有持续高增长速度才可以撑得住这个高股价 持续重资产投入换来高速增长率有一定的风险 但目前看起来 特斯拉确实是美股前十大里面最有确定性 同时又是最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了 在股市里及时认错是一个好的品质 择时交易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做错 买在高点卖在低点 当卖在低点担心踏空的时候 如果发现市场盘口出现了大量买盘 反弹开始 盘面不再恐慌 而是不断有抄底的资金推高股价 那就说明可能卖错了 在市场恐慌到极限时 我们因为心态崩溃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而后如果你回过神来 完全可以及时补回股票 比如这次我是795卖出 股价最低还砸到了756 反弹到800以上我就开始急了 不断的开期权 增加风险度和增加收入 我觉得我反应还是比较快的 给市场认错 磕个想投 不会有太高的成本 反而是逆势和市场死扛 成本就巨大 那么美股现在是什么趋势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原油和美股呈现一定的 负相关关系 原油大跌 美股上涨 原油反弹 美股承压 今天原油大涨5%左右 从原油走势来看 居然已经反弹到前期高点附近了 一般来说 这里会出现头部形态 只有原油见顶回落 通涨才会消停 美股大盘在原油继续上涨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压力 一方面 原油上涨通涨过高 货币紧缩压力就比较大了 另一方面 原油上涨之后 你想很多原材料都在涨 美股上市公司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有一些公司能够转嫁成本 提高产品的价格 而有一些公司竞争力就比较差了 那转嫁不出去 业绩就变差 适度的通胀 有利于上市公司提升利润 扩大产能 过度的通胀 将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 所以原油价格波动 当然会对美股有影响 原油也不可能涨到天上 涨太多了 产油果自然就会挖出来卖 所以原油很快会看到顶 然后就不会再成为美股的制约因素了 不过美股大盘似乎在一个关键技术位 还没有做出方向性选择 大盘在变盘的边缘 标普500指数本周二 反弹到红色半年线的位置后 碰到压力回调 今天也就是星期三 收出了一个大于1%的中阴线 今天的中阴线跌破60日线和5日线 显示出一定的回调压力 从K线图上看出 从底部反弹以来 标普已经进入7天的反弹周期 适当进行修整是必要的 如果指数要构筑右肩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图中所示的这样 左肩和右肩形成对称 出现了一个头肩底 当然这条黑色线纯粹是猜测 不能当真 标普如果走右肩回调 应该是在4350点结束回调 所以也就100个点的空间 如果标普要形成双重底 那在4400点就会结束回调 回调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既然要走出横盘 也应该要回调后再上涨 纳斯达克指数双重底的可能性还在 只要不跌破黑色的水平线 双重底可以继续上涨 如果黑色水平线又叫净线 没有支撑的话 那就会形成和标普一样的右肩 同样的右肩的形成 对底部的扎实程度是一种帮助 一个左右对称的头肩底 对未来的反弹是更有利的 大盘短线预回调压力 不改反弹趋势 加息不会再形成重大杀伤力 疫情除了中国外 其实都在放开 唯一的黑天鹅那就是战争了 战争我们说了也不算数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不得不说巴菲特炒股有一套 这个月巴菲特买入西方石油 结果西方石油持续上涨 不过股神的作业不是随便抄的 油气产业是周期性行业 现在看到原油涨到100多块 也应该不能忘记两年前原油跌到负油价 卖油不够参储费用的那个时候 周期性行业的特点就是风光无限的时候 往往是差不多尾声了 巴菲特一买入跟风的很多 自然可以割一波韭菜 周期性行业无法长一线持有 股价也会呈现周期性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